巴特勒本有一万个理由选择堕落,却偏偏走一条最勤勉奋进的路NBA百大球员,系列之002吉米巴特勒,作者,三叔的篮球导,本文约3800字,预计阅读时长8到11分钟,谁都没有选择堕落的理由,但是吉米巴特勒绝对有,如果要说,他可以说出一万个来, 一、悲惨的童年经历,巴特勒出生在休斯顿的汤巴尔地区,当他尚在强绑嗷嗷待哺的时候,他的父亲便遗弃了他和他的母亲,而当巴特勒成长到13岁的时候,母亲也狠心地赶走了他,我的妈妈觉得我长得很丑,这就是他让我滚蛋的理由,这是巴特勒童年阴影的回忆, 他不仅生活在一个贫苦交集的家庭,根本无法享受到正常孩子们所拥有的玩具、美食以及娱乐活动,而且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挚爱心情的温暖,后来,巴特勒买了汽车,他拆掉了内部的后视镜,我只是为了逼迫自己不断向前看,显然,童年时的心理创伤至今还没有痊愈,但巴特勒还是幸运的, 高中四年级的时候,他遇到了自己一辈子的知己家兄弟,乔丹·莱斯利,有一次,在一场比赛结束后,莱斯利提出要和巴特勒比试三分球,而巴特勒也毫无疑问地彻底征服了莱斯利,当莱斯利得知巴特勒的家庭现状后,他盛行邀请巴特勒去他们家居住,兄弟,以后吃我的,喝我的,睡我的,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于胸、低情义的故事, 而其实,当时莱斯利的家庭条件也不富裕,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,他们连莱斯利在内,一共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,虽然生活清贫,但当他们看到巴特勒在这里融入地非常和谐时,莱斯利的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巴特勒的加入, 这是巴特勒早年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,他第一次有了家庭,有了亲人,而此后,他在无后顾之忧,可以集中所有的精力,投身到挚爱的篮球运动中去, 二、大学时期的艰苦奋斗,巴特勒,与罗斯原本应该属于同一届新秀,因为巴特勒是八九年,罗斯是八八年,他们都在2007年高中毕业,但罗斯年少之时便以声明确起, 13岁开始便频繁地接到来自各方球派的名片,在YouTube网站上也拥有着属于个人的篮球视频极紧,各种商业与赞助活动奔之踏来,而当时的巴特勒却还是极极无名,根本没有人认识这个丑东西,虽然他的教练知道,他已经开始展露出了一些篮球上的天赋, 在罗斯2008年成为爱福森之后NBA第一个游组之后位当选的状元时,巴特勒才刚刚从平庸无名的泰勒出级学院,有幸加盟了马奎特大学,至于去NBA打球,对他而言,那根本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,而来到马奎特大学并不意味着成功的开始,反而是更加艰苦磨人的岁月,在更高级别的联赛里, 巴特勒遭遇了前所谓,有的压力,要知道,泰勒初级学院时期的巴特勒,可是球队的当家得分王,他场均可以贡献18.1分,7.7个篮把3.1次助攻,为此他还被提名,入选了全美大专院校的最佳阵容,但在马奎特大学,那些荣誉根本不值一提,比他强的人太多了, 大21年,他每场比赛只能替补出战10分钟,场均数据也只有5.6分4.0个篮板,唯一一次的高光表现,是他在与希拉丘兹大学的比赛中,拿到了大学时期的第一个两双,12分14个篮板, 于是,人们开始渐渐认识到,原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家伙,我每天吃饭,睡觉,训练,三点一线,这是巴特勒后来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忆,他的生活极其单调,每天5点45分准时起床,然后在6点左右抵达球场开始训练, 他很少主动外出,也不谈任何对象,唯一的爱好,就是偶尔去电影院,光看自己喜欢的电影,但凡来不去,总是那部几部经典的老电影,于是,到了大三赛季,巴特勒成为了球队的先发,场均数据也来到了14.7分6.4个篮板, 他投篮更加精进,三分命中率高达50%,也是在这个时候,他开始成为可以主宰比赛的人,在与路易斯安娜百年学院的比赛中,巴特勒拿到了27分13个篮板,在大东旭的内战中,他在最后时刻连续绝杀了康涅迪格大学和圣约翰大学,自此,他的关键球能,立开是被人所熟知和认可,来到大四之后, 巴特勒已经完全成为了球队的核心领袖,场均数据在一次上涨到了15.7分6.1个篮板和2.3次助攻,三,新秀赛季的冷板凳,但巴特勒大学后,三年出色的表现,依旧没有获得NBA球汉专家们的认可,巴特勒曾多次说过,我的偶像是麦迪,但在刚进NBA的时候,当人们听到那句话时, 巴特勒所面对的皆是无尽的嘲笑与讽刺,2011年关于他的球探报告是这么写的, 吉米巴特勒,攻守两端都很活跃,快攻反击很不错,近距离的篮筐攻击很有威胁性,球亨无私,突破之后更喜欢传球, 是一个好的团队型球员,很聪明,而且很努力,不怕身体对抗,然而,各项技术都无法达到拔尖的程度,而且他根本一点不会单打,因此,他未来的上线,只能是一个优秀的角色球员,一言以蔽之,选秀报告的意思就是,你压根就没有麦迪的天分, 一开始,巴特勒的预计选球顺位是此轮的第55顺位,在一些专家们的眼里,他甚至还有落选的可能性,但幸运的是,当时的公牛急需一个防守强硬一点,进攻端没多少要求的侧意替补球员,于是芝加哥在首轮第30顺位摘下了巴特勒,这个家伙打球很努力,对抗很强硬,轮转阶段应该可以撑上个3到5分钟, 这是西伯杜给巴特勒的最初定位,11到12赛季,巴特勒一共打了42场比赛,全部都是替补出战,场均上场8.5分钟,只有不到两次出手机会,2.6分,1.3个篮板0.3次助攻,40.5%的投篮命中率,18.2%的3分球命中率,这是巴特勒第一个NBA赛季所交出的答卷,结果可想而知, 芝加哥联合中心的球迷对于这样一个,有着工程良田发型的新秀根本毫不在意,教练,我真的很想打球,这是巴特勒新秀赛季,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, 4.出路锋芒,优质3D加铁人属性转机,在12到13赛季的时候发生了,2013年的5月,公牛的全明星小咸锋卢尔邓受伤,巴特勒迎来了生涯第一个首发出场的机会,在接下来对阵辉雄的比赛里,巴特勒一口气打出了47分钟43秒,全场比赛,巴特勒拿到了18分8篮板3助攻, 赛后数据分析的时候,连解说员都惊呆了,天哪,这个家伙竟然只休息了17秒,那个赛季,巴特勒获得了更多的机会,他场均出场时间飙升到了26分钟,可以贡献8.6分4.0个篮板,以及1.34助攻, 3分命中率提升到了38.1%,公牛为一个技能投3分又能贡献强硬防守的3D型球员,这是西伯杜在那个赛季给巴特勒做的更高一阶的定位,而自此之后,巴特勒也终于彻底坐稳了球队首发小前锋的位置,继后赛,巴特勒将自己的铁人数,性展现得淋漓尽致, 在首轮对阵篮网的系列赛中,第六场和第七场比赛,他打满了全场48分钟,而在四轮对阵热祸的G1,巴特勒更是扮演了骑兵的角色,攻守两端均造成了巨大的杀伤,21分14个篮板三次助攻,全场48分钟不停歇,率队1比0先生夺人,值得一提示,这也是自爱不分之后,第一个可以在季后赛中,连续三次, 第一场比赛打满48分钟的球员,有记者问他,吉米,你这样难道不累吗?教练这么用你,你就没有一点点抱怨吗?巴特勒一笑吱吱,那会儿,教练经常只给我9分钟的出场时间,而我却非常渴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打球,所以我想,虽然现在很累,但这不正是我所渴望的吗?所以,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? 5,真正的成熟,球队第一的分点,真正让巴特勒实现自己职业生涯跨越式发展,的一年是2014到2015赛季,场均20.0分5.8个篮板3.3次助攻,巴特勒就这样用绝对的实力,成为了芝加哥公牛队的首席得分手, 而当时的他年薪只有201万美金,仅排在对内地时,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想,为什么我不能以顶薪作为自己的目标呢? 是啊,如果我拿到了顶薪,就可以把全家人,都带到南太平洋,的波拉波拉岛去玩了。 当然,这只是巴特勒的一个玩笑,他根本就不太在以前,那会儿,他200万美金的工资完全可以,支付得了去波拉波拉岛的旅行费,他只所切勉努力的打球,原因只有两个,我只是真的很喜欢打篮球,以及麦迪一直都是我追逐的偶像。 西伯杜也是在那个赛季出的时候才开始发现,巴特勒能够做的事情,绝不仅仅只有定点的三分和强硬的防守,他还可以持球挡拆,可以突破分球,可以通过勤勉的走位,溜后门空切偷袭篮下,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扮演中距离背身单挑手的角色,甚至还能凭借强壮的肢体力量与灵敏的篮板嗅觉,冲抢进攻篮板,完成二次进攻篮板。 他能做的事情太多了,当然,西伯杜发现他最厉害的地方,还是他的造犯规能力,我那会儿才注意到,他简直是一个天生的造拔球高手,巴特勒在大学的最后一年,382次投篮出手,一共博得了240次拔球。 而在NBA的16-17赛季,及巴特勒在公牛的最后一个赛季,他在长均36.9分钟内,可以到8.9次罚球,对比那个赛季的哈登10.9次罚球,不相上下。 于是在西伯杜及其严谨和规矩的体系里,巴特勒成为了唯一一个拥有额外自由度的球员,他被赋予了更多任性的权利。 听着,你现在是我们球队的领袖,在关键时刻,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去打球,我们需要你的才华和指挥。 这是西伯杜对巴特勒的期望,他觉得巴特勒可以成为芝加哥的哈布利切克,一个拥有充沛体能,攻守两端充满激情,走位灵活摇摇,进攻手段全面而丰富。 关键球更是毫不含糊的后拉塞尔时代,的凯尔特人领袖与核心。 六,结语从贫民窟里的穷小子,到如今身下过亿的超级球星,从最好、最勤勉的外围防守者,到攻守兼备的第一得分手。 巴特勒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,皆源于其脚踏实地的勤勉与努力。 巴特勒说,我不知道我最后究竟要成为谁,但是管他呢,我努力就是了。 2014到2015赛季的12月,巴特勒除了日常睡觉的七小时之外,每天只干三件事,比赛、训练,以及钻研麦克尔乔丹的录像带,吉米巴特勒。 他本有一万个理由选择去堕落,但是他却偏偏走了一条最勤勉奋进的道路,现在,他仍然在不断地比例自己前行,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,总冠军。 好,好,好。